整台车贴了满满的颜宽恒画像 四处扫揭败票 除了宣传车吸引人注目外 车上这群助选员也相当吸睛 仔细一看 每个助选员都相当年轻 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 原来他们都是来自静怡等多间大学 刚毕业的学生 希望能为候选人颜宽恒 多争取年轻族群的选票 甚至说现在颜宽恒要出来竞选立委的补选 所以我们一不容死的时候 一定要跳出来 接着我们中部的大专院下 以及过去年轻票演员 帮助这些的学生 以及手头组大学生 都一起跳出来 来全力来挺他 距离立委补选的日期 剩不到一个月 地方为了争取年轻族群的票源 特别成立了这支青年军团 青年军表示 年轻人较不注重党派分别 而是重视候选人的理念 及肯做事的精神 这次他们也希望 作为颜宽恒的化身 透过宣传车的力量 寻求更多支持 因为我们未来计划青年军要结合 就是关怀社会老人 以及说爱心的结合 因为宽恒之前 在颜金标当委员的时候 宽恒就对我们社会新鲜人 以及说大专业校的学生 都有帮助 以及说我们在 不管是学费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一些 那个新鲜人需要协助就业的问题 那个颜金标原委 以及说颜宽恒 都会全力的协助我们 有什么资讯 他都会push给我们 即日起 在选区的各大街小巷 都会看到这群青年军的身影 总部也希望借着年轻活力的加入 让颜宽恒年轻肯做事的形象 能深深烙印在民众心中 并号召更多年轻人加入支持的行列 开阔手投足的票源 为选情加分 记者王生轩台中采访报道